监察委员之所以对劳动部行政院提出纠正 主因是劳动部在劳动基准法修法草拧阶段 劳动部再没有完整评估报告就送交行政院审查 而行政院除了没有要求评估报告外 也在短时间内就通过审查 监察委员认为 这违反中央行政机关主管法案报院审查应注意事项 以及行政院所属各机关主管法案作业应注意事项的规定 因此提出纠正 监察委员陈庆才表示 行政院为了落实周休二日提出劳基法修法 但修法过程劳资双方都表示不满 已经对社会产生冲击 所以他们就申请自动调查 并把焦点放在行政部门修法前的准备工作 陈庆才指出 劳动部在修法开始前并没有完整的评估报告 直到草案送交国会审查后才提出评估报告 但这相关报告不仅简略也没有成本效益等评估 陈庆才说 导致整个政策决定所依据的理由模糊 逐征劳动部对劳动基础法新制草案的严拟阶段 并没有践行完整的法案影响评估作业有欠周延 陈庆才进一步指出 行政院明明知道劳资双方对修法还有歧见 但却在短时间内通过院会审查并送立法院审议 且修法未满一年又再度提出修正 更证明当时是仓促修法 陈庆才说 行政院在审查劳动基础法部分条例修正草案过程中 竟然无视于劳动部在沟通不足且没有基于专业提出完整法案影响评估报告的情况下 以7天的作业集成就我刚讲的24号劳动部报上来 那么他30号就完成审查 这样的一个流程南米引发各界对劳动基础法 这个修正草案的质疑跟正义 那这个第二次修法的总说明呢 就足以证明 105年政府仓促推动修正劳动基础法的结果 已经对社会造成莫大的负面冲击 前委杨美玲认为 劳资法变革影响很大 应该要有调试阶段 但当时并没有预留缓冲时间 造成各界难以因应 所以行政院跟劳动部确实有重大缺失 要求要检讨改进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萧照平采访报道